北京时间21号上午10点10分 在刚刚结束的一场NBA常规赛中 凯尔特人在纽约课程103比101惊险基巴尔尼克斯 可能很多球尼都没有看这场比赛 一方面是尼克斯没有太多噱头 第二一个觉得这样的比赛也没啥悬念 但这样的一场非常普通的比赛 很有可能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在小编从去年欧文来到绿山军开始 但赶紧欧文的比赛 这是唯一一场最后决定比赛悬念时 欧文在场却充当背景版角色的 当然 作为球迷 小编真希望欧文光光胡子 李李发 是不是现在的发型把自己的手感限制了 T加15 风雷7加13 多特310加2加2 博客11加9加3 当然 小编不会过多介绍尼克斯 今天这重来讲讲 贝克比清典的男人杰森塔图姆 实际上有时候一个人能否成功 一名球员能否在NBA成功 机率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 上赛季 绿山军几名大将连续缺战 加图姆坐稳了首发位置 并且在季后发中六次打出20加10的高光 数据 那时候他才仅仅20岁 贝克比的细节节目详细分析 贝克比亲自指点自己的进攻 凭什么 与年轻不相符的成书和大仙奏 今天的比赛就是如此 当贝恩斯打了两节不到就受伤离场时 当欧恩陷入的分化圈时 当整个球队都无法有效的打开局面时 他悄悄的站出来了 今天尼克斯打的并不差 小哈达威 特里尔 坎特各种于取于球 很长时间内海尔特人都处于被动局面 关键时刻在图姆站出来 就是单打 突破上了 中头 高位单打 是他帮助凯尔特人顽强的咬住了比分 是蒂文斯为了给他留出足够的进攻空间 直接让欧文下场冷静一下休息休息 换上司马特减轻他图姆防守端的压力 幸好欧文在最后时刻终于行了 助攻霍福德 后面又是一个二加一 但关键那个杀死比赛悬念的球 还是他图姆 劈头夹半身跳投 那一个晃间的动作 让人想起了黑曼吧 对 他的世界没有助攻 我自己能得的分绝不麻烦队友 24分加14个篮板 看似得分并没有醍醐的龙梅哥 大米哥动辄30加20那么夸张 但不要忘记这是凯尔特人 这支球队里有欧文 海沃德 霍福德 他作为一名不到21岁的年轻人 作为一名联盟的二年级生 真的可以上位了 蓝板逐渐沾化 进攻端也是逐渐向自己的偶像科比看齐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塔图姆今天 出场35分钟 正负值是加20 欧文出场32分钟 正负值是负13 最后凯尔特人就赢了对手两分 是欧文不行了吗 对比 这也正侧面说明了 如今这支凯尔特人的可怕 什么欧文 海沃德 霍福德 都是两军将在绿山圈这边 亮出的大王 司令 但真正起到决定作用的 正是他突目的这四个二 小刀割肉最疼 你出个三 我直接二 我还是有话语权 可怕的是我有四个二 大王 司令只需要留到最后 来个王者 翻个杯 刷个春天就好了 凯尔特人可欺 塔图姆可欺 东部今年真有看了